跨越山河太陽秘境 大家好 我是戶外行軍野 我現在位置是貴州仁淮 本次探索一行十多人 尊義凍協的幾位大哥 以及當地的居民 可以說非常的熱鬧 現在我們整理裝備 準備出發 因為這個山洞在荒山野嶺之中 這裡提前就有 當地居民過來砍好了路 說實話 這還是第一次走別人砍過的路 洞口的位置就在前方 應該馬上就到了 現在天空已經下著朦朦細雨了 入口就在這面岩壁之下 從邊上這些累積非常整齊的大條石 可以看出 這裡在以前長期有人類活動 我們的帶頭大哥已經到了 準備進洞 這個洞道是一直往下的 全是這樣用石頭休憩的時間 這裡下去感覺是一個樹井 下面好大的空間 入口下來是一個巨大的空間 下面感覺全都是這樣的雲盆 浩浩蕩蕩的大隊伍 已經到了第一個大廳了 這邊出現了一些漂亮的這種雲盆 可惜現在已經沒有水了 在這裡發現了冰危保護動物 紅點齒蠶的成年體 證明這裡的生態非常的好 我們繼續往前探索 都說水自清則無餘 但是我們在這個清澈見底的水潭裏面 發現了一些紅點齒蠶的幼體 現在我們兵分兩路 上面是非常漂亮的棕辱石 由於我背了所有的繩子 所以我得走下面 因為下面要升降 現在我們在這裡做一個自然錨點 準備從這裡下去 現在我們從上面下來了 繼續往前 哇 這裡開始出現豬肉石了 我的隊友他們在前面發現了一個大洞槍 我的天哪 這是什麼 這應該是水質 因為它長期生活在這個洞裡面產生了變異 不是變異是白化了 這樣的白化水質非常的罕見 我還是第一次遇到 哇 下面開始出現漂亮的棕辱石了 雲盆下面還有一層一層的雲盆 洞領上面的這些棕辱石發育非常的良好 這個山洞深處應該還有更漂亮的 這些棕辱石越來越漂亮了 一路進來全都是這樣的 保存非常完整 沒有被遭到破壞的這種棕辱石 哇 前面那棵超級大的石筍 是不是像一個大寶塔 一個玲瓏寶塔 上面還有非常精美的圖 看這是現實版的九層妖塔 我的天哪 這邊更壯觀 終如是像瀑布一樣 從上面垂直而下 與地相連 這種美景非常難得一見 先鋒在那邊去探路了 有懂得沒得 沒得懂得 好啊 現在大部隊在這裏會火 那邊的動道也不深 我們準備原路返回 從這裏上去 終於見到光線了 本期視頻我們就拍到這裏了 感謝大家玩看 咱們下期視頻再見 超高 ELord 猜輯 Euro 把